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2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自己的钱律师科恩给两名声称与其有婚外情女性的封口费并不违法, 因为这笔钱是他自己出的,并没有动用竞选资金,被问及是否知晓这笔费用时,特朗普表示,自己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们没有来自竞选经费,是我自己出的这笔钱,特朗普还说,曾为此发过推特,彭博此前报道称,特朗普与两位艳星油染,而其前律师科恩曾受特朗普实施向两人支付封口费,以避免影响大选, 特朗普在8月22日的采访中说,此时发生在2018年5月,当时他曾连发多条推文,承认给科恩报销了美国艳星丹尼尔斯,Storme Daniels,签署保密协议垫付的13万美元,约合89万元封口费, 并与一家媒体公司的CEO共同向美国花花公子,前封面模特麦克道格支付15万美元,约合103万元作为封口费,特朗普解释说,这样的保密协议,在名人和有钱人中很常见, 科恩之所以与丹尼尔斯签署保密协议,是为了让他停止散布与特朗普发生婚脉情的谣言,Storme Daniels他还特别强调, 科恩垫付的这笔钱并非出自竞选团队的律师费,与竞选团队没有任何关系,封口费也不是竞选基金里的钱, 之后,这笔封口费是否涉嫌违反竞选法备受关注,麻烦,不断的美国总统,据美日经纪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饱受通俄门的影响, 这让特朗普总统地位的合法性一直饱受质疑,在2016年的大选当中,希拉里就曾爆料,他的竞选团队趁获得过密密情报显示, 俄罗斯政权一直在扶持特朗普,至少已长达五年,并由普京总统亲自受益,亦在分化西方联盟,随着希拉里败选,他的黑料也逐渐淡出了新闻媒体的视线, 而高居白宫的特朗普,则不得不应付一系列的调查,民主党人一次次的发难,以及新闻媒体一次又一次的爆料, 美国东部时间8月21日,刚在前几天声称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财政数据的特朗普,可能遇到了他上任以来最糟糕的一天, 他的前私人律师,科恩和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在一个小时之内双双被定罪,马纳福特根据彭博社报道,科恩是自己去纽约州联邦法院自首的, 根据法庭文件,科恩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对违反竞选财务法,五项逃税,一项向金融机构做虚假声明及一项故意构成非法企业捐献等罪名共认不讳,涉案金额超过2000万美元,约合1.4亿元, 这件事对特朗普的影响不言而喻,谈和特朗普的呼声不断句华盛顿流暴衬,尽管在之总统不受刑事起诉,但这位谈和特朗普留下了极大的可能性, 根据美国宪法,在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情况下,谈和或许不太可能发生,但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控制了众议院, 那么谈和就是一个潜在的议程,CNN援引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特尔抨击衬, 今天总统特朗普的前竞选团队经理和私人律师被确定有罪,由此看来,白宫似乎越来越像一个犯罪集团, 对此,特朗普反应强烈,他此前曾在推特中反击,假新闻,他们总说我和俄国人勾结,证据在哪里, 据彭博社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国会没有理由弹劾他,但假如国会真的弹劾, 那么股市就会暴跌,美国人会更穷,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弹劾一个工作出色的人,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被弹劾,我认为市场会崩溃, 我认为每个人都会非常穷,因为假如没有这种想法,你会看到令你难以相信的数字,是反方向的。 在采访中,特朗普还感叹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无法掌控司法部,并吹嘘了自他当选以来的经济状况, 而白宫也发表声明,帮助总统撇清与这件事的关系。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仅仅因为科恩达成认罪协议,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做错事, 总统也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科恩但是科恩的律师却说,如果对于科恩来说,支付封口费是犯罪,那么凭什么对特朗普来说不是犯罪? 他还表示,科恩有特别检察官穆勒,关于通俄门调查中感兴趣的证据。 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穆勒,2017年5月17日,美国司法部任命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为调查俄罗斯介入2016年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毕业于普林斯特大学,曾在越南战场上扛裹枪,后来又去弗吉尼亚大学学法律,曾在美国司法部工作12年,911事件后, 穆勒担任FBI局长长达12年时间,成为FBI历史上任期第二场的局长,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在上任仅仅两个月后,2017年7月,他就在机场这样的公开场合,逮捕了特朗普的前外交政策顾问帕帕索普洛斯,并公布了调查报告称,帕帕索普洛斯在2016年大选期间,和俄罗斯有不正当接触,涉嫌犯罪, 指控包括洗钱,密谋反美,作为政核未报,麻报银行信息,在2017年10月,穆勒忧成功,以密谋反美,洗钱等多项罪名成功起诉特朗普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 据纽约时报报道,2018年4月,FBI在穆勒的授意下,天不亮就突袭科恩的办公室和住所,搜集特朗普与两位成人女星有染和通俄门的证据,查获了数百万份文件, 在这次搜查之后,忍无可忍的特朗普怒斥了FBI,趁其为一种食儒,他说,我一直在遭受这样的政治迫害,并且他还想开除穆勒,但是在国会议员的保护下,穆勒得以继续担任特别检察官, CNN曾经趁穆勒为目前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人,堪称名副其实的特朗普杀手,毫无疑问,特朗普承认封口废数时,与他此前识口否认,没有封口废相矛盾,有撒谎嫌疑,尽管他自称是后来才知情,但对较真的美国人民,以及反对派来说,将是一个遮盖不住的污点,整理编辑,杨贵,李松南,于心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